哈囉,各位好,我是阿淵 歡迎來到阿淵生活理財 好,我們要來講這一檔 00878 ETF 那它的正確名稱是國泰 台灣ESG永續高股息 ETF基金 那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找出合理價以及能不能存 因為我相信大家對這一檔一點也不陌生 因為它已經漲到了21塊錢 有點高了是不是? 大家應該會覺得有點高,能不能存 那它的合理價又是多少? 我們就是這一次主題重點了 來看一下 首先呢,要先了解它00878的基本資料 那它是在2020年的7月成立的 現在已經成立兩年了 那它是追蹤指數 那追蹤誰的指數? MSCI 台灣ESG永續高股息精選30指數 這個部分 它是追蹤它 它是完全複製法 意思就是這一檔 ETF會完全複製 去追蹤這個指數 去追蹤這個指數以及它的持股比重 好 那它的管理費的部分 目前 50億以下的話就是0.3% 那超過50億 就是0.25% 目前已經超過50億 所以就是來到了0.25% 那我們目前是用證券的部分去做買賣 所以呢 就有股市的證交稅的部分 目前就是0.1% 那股市的手續費 那股市的手續費 買入跟賣出都有一個手續費 就0.1425% 那每個券商 電子下單都有 6折或到28折的手續折扣 看大家可以去做一個詢問 那原來是台氣營的部分 所以他給我的部分還有再打折扣 我記得我買一百股的時候 他的費用是扣1塊錢 手續費1元 證交稅理也是1塊錢 所以基本上成本會比較低 跟一般股票的零股買賣的話 有差 一般零股買賣的話 還是要收取20元的費用 這部分 這不太一樣 那他的配息的月份的話 他是即分配 也就是每一年的1月 4月7月10月 最後一個的日曆日為平假日 那由經理人去決定 是否給予配息 並且於每年的2月5月8月 以及11月進行分配 並進行除息的動作 那他呢 目前選股的部分就是用 篩選符合MSCI的ESG評級的公司 就是再去找出過去三年的年化殖利率的前三市長作為成分股 他是這樣做 那基金的配息的部分就是除了股息以外 還包含了收益評準金 那什麼是收益評準金 然後來了解一下收益評準金是什麼 何謂收益評準金 其實啊收益評準金 顧名思義就是他的來源就是自己的本金 什麼意思呢 他因為00878R 因為他已經變成了熱門的ETF 所以他的存股的股東人數變多了 如果要求之前的股東啊 分配一樣相同的配息給新股東 這樣就會造成股息的縮水 對不對 那為了讓新股東 一樣可以得到相同的股息 因此在買進的時候 就會依照比例啊去把 新股東投入的本金拿一部分提拨好 相對應的預備金來因應未來的配息 這就是收益評準金的部分 也就是你可能十塊錢 可能有兩塊錢是拿來準備 變成這個預備金 拿來未來把它分配到配息裡面 但是這個不扣稅金 因為那是你自己出的錢 所以那不會算在稅金裡面 好 那還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ETF禁止是什麼 這個也很重要 ETF禁止其實就是 ETF它因為有 一籃子的股票 依照權重啊交易的價格 換算出來真實的價格 這個部分就叫禁止 也就是在初級市場交易的價格 這個方式它的計算方式是 是由 ETF組合當中所有股票的比例 一比例 加總市值 除以發行的帳數 這樣應該可以動 那禁止它的使用的方式 其實它就用食物申購買回的機制有關 投資人可以透過一籃子股票啊 跟ETF基金的管理人交換ETF 反過來也可以用ETF去交換股票 那麼這就是初級市場運作 但是這部分的話 初級市場它是有大戶 也就是資金比較多的人 才有辦法做這種應用 那 ETF市價是十字 我們在股票裡面看到的部分 其實是ETF市價部分 並不是禁止 也就是我們等於是次級市場的交易價格 那 目前我們直接來看 目前00878的禁止及次價 然後以7月14號的部分 可以看到 目前的市價 也就是我們的股票 在證券系統裡面看到的是21.01塊錢 那它的禁止呢 飆升到21.1 也就是目前是屬於 折價的部分 就是相對我們在市價買入的時候 這個是比較便宜的部分 那為什麼 00878會飆到21塊錢 其實跟它的什麼 成分股有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成分股是什麼 來 目前喔 最新的7月份更新的 它偽創 第一檔它就 比例最重 偽創它來到了8.47% 比例來到8了 再來是 廣達 5.72 華碩 5.17 光寶科 5.11 英葉達 4.83 人寶 3.64 然後 後來 維新 3.36 聯發科 3.20 哇 有沒有看到 AI成分股的部分 它佔了多少 偽創 光寶科 營業達 人寶 就四檔 還有 我看一下 偽創 廣達 廣寶科 營業達 人寶 不好意思 五檔的部分 AI五檔的部分 最近AI成分股很夯 那偽創一直在創高 所以相對也會讓這些 00878 的 禁止 也會相對變高 那 當然 它的市價 也就會跟著 提高 所以它是連動的 當偽創 網達 廣寶科 音樂達 人寶 好啊 這些 股價都在漲的時候 那 00878 會不會漲 它的禁止一定會增加的 對不對 這個 光 好 偽創 8 廣達 5 就13了 加起來就13% 13% 光寶科 5 13加5 18了 音樂達 4 所以17 能寶 3 20 20% 總共20% 光這幾檔就已經佔全部的00878的比例多少 20% 很多 所以 00878的股價 會飆高 跟AI 這些 跟這些AI成分股有關係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 那這一張是什麼 再來它是什麼 有宏基 國泰金 中鋼 開發金 其他金融股也是有啊 中性金元大金富邦金 都有 有 永豐 兆豐 台泥啊 這些 我一直到上海 基本上 銀行股 佔比例也不少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它的 AI 及電腦周邊相關的 它就佔了36% 金融保險 佔了23% 很重喔 那半導體跟電子銅路就比較低一點 水泥紡織這些就會偏低 所以它其實AI成分股 比重蠻重 這也就是會 讓它的股價 一直追捧上去的原因 它的進值提高了 但是它的市價 難道不會往上走嗎 會啊 會啊 只要有人願意 它處於 折價的部分 也就是 你的市價 那 比進值來的低 那 你買的 就是划算 就是便宜啊 所以 它並沒有絕對的 貴 喔 21塊已經很高 沒有錯 但是相對 要看它的 持有的成分股是什麼 重點是在這邊 持有的成分股 的比例佔了多少 它的股價有沒有在飆升 相對的 這些AI股 假設往下跌的話 那它的進值也會往下跌 那自然它的市價應該也要跟著往下走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進值跟市價的關係 目前可以看得到 因為禁止往上走 所以它的市價也跟著往上走 所以它的市價也跟著往上走 跟這些AI成分股有相關 所以它現在已經來到21.01了 很高 那阿圓圓圓等下會告訴大家 這合理價是多少 合理價是多少 那到底能不能存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00878的股力歷年平均 目前 啊 來到了 0.50 2023年的 EPS 股力分配的部分就是0.54 那他的第一季的部分是發0.27 第二季也是發0.27 預估應該也是繼續發0.27 因為他已經有了平准金的部分 那2022年的時候 他是發了1.18元的部分 那2021年是發了0.98元 2020年他一開始發0.05元而已 那基本上算起來 其實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聯軍的殖利率 其實都是在5% 6%左右 目前假設你在2022年的時候 就已經存了 目前應該已經拿到了 在今年部分2023年的部分 已經拿到了差不多3%左右的殖利率 好我們的00878的重點來了 那便宜價合理價昂貴價又是多少 從這張表格就可以知道 到底還能不能存 看了你就知道 好以目前國泰高股息ETF 2023年 預估他的股利 1.08元去計算 並採用了殖利率 我採用了4.5% 5% 5.5% 6% 7%去找出便宜價便宜價我定在7%合理價6%到5.5%這個區間 然後貴價也就是4.5% 好那我們去看一下便宜價當殖利率達到7%的時候便宜價股價又來到什麼15.41%這就真的很便宜有些人我看有些人 好像長期存股大概平均價格是在16% 所以他的殖利率應該就是來到6%到7%之間 這也是算合理價到便宜價 之間呢 算很好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15%16%17%到18%這個區間我覺得都算是很便宜的 好 當然最便宜看到便宜價是15.41%低於啊 應該可以 趕快進場 乘接 好 那合理價的區間齁 我這邊是從6%的部分也就是股價是18元 那另外一個5.5%的部分才是19.63 也就是 當我們買在19.5 或是19.6 基本上你的殖利率就可以達到5.5% 不過他已經發了兩次股息了 所以 這邊你可能要再重新思考一下他明年會不會 股利率是1.08元 是不是還是一樣 這就不見得 畢竟這部分 當然越低你的買的價位越低 當然你的殖利率就越高 你也不用擔心說他的未來股利發不出1元 因為他還有平準金的部分 但也不用擔心他真的發不出來 因為 他們會依照成份股的部分去做一個調整 只要成份股像AI這麼標 他的股利應該還是發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的二十幾%都是金融股部分 他金融股佔的比例有20多% 所以我覺得他的股利不會發不到1元 我覺得 我金融股應該是從2023年的下半年 只會越來越好不會越來越差 所以我預估這個00878的部分 說不定第三季第四季的股息 會稍微比我預估的1.08元還要再高 這是有機會的 因為AI的成份股 他的股息預估也會越來越高啊 我們要這樣去想 好 合理價的偏高位置大概是殖利率達到5%的部分 就是21.6元 現在好像是21.1元 所以 其實你說 他股價算不算貴 其實以這樣來看 預估的股力來看 其實還好耶 反而還好 當然 我的認為是回到19.63元 那附近 開始以下 再慢慢去承接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不見得要在這麼高的地方 5% 現在21.01我算一下 然後21.01 1.08 1.08除以 21塊錢好了 現在來到5.01%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已經 合理價偏高了 我們不需要追高 所以買低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反而貴價 在殖利率達到4.5%的部分 股價來到24塊 基本上我覺得21.01超過就 考慮一下 等 回到這個合理價區間 再來進場會比較好一點 那 這邊 這邊我提到了 6%到5.5都算合理的部分 畢竟以00878 他的2020年的年均值利率 他是達到了5.41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樣看起來 我還是認為19.63以下 有看到19.63以下 再來逢低進場就好 依照個人的習慣去做買入的動作 好 這邊呢 我會告訴大家 你假如說每年要領取12000元 股息的話 你要買幾張 我是以 殖利率6%的時候 股價在18元的時候 買入的成本大概 20萬各時 百千萬 20萬 買入11.1張 大概你買12張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替每個月加薪 每個月加薪1000元 每月加薪1000元的部分 這是最簡單的 買12張 大概投入成本 大概20萬 股價在18塊的時候 假如19塊 剛剛看到19.6以下 這殖利率會再變動一下 但是 基本上還是要買在差不多 11、12張的左右 好 那你假如說每個月加薪3000塊的話 也就是每年要領3萬6的話 那你要投入的張數就是33 33.5張 33.5張 33.3張 大概你的成本會帶好60萬 那股價18塊的時候 一樣殖利率有把它定在6%的部分 好 當你股 每股要領6萬元的時候 每年啊 股息要領6萬元的時候 大概就是替每個月加薪5000 你就要投入什麼 55張 大概100萬 其實我RN覺得存股就是累積 你不要看到張數就下到 慢慢存 總有一天你會達到這個目標 這個是一個目標 但基本的最基本的目標你要多少 慢慢存到11張12張 那你就可以看到 哇 我每年可以領1萬2 那不是很好嗎 就替自己加薪 每個月加薪1000塊也好啊 對不對 慢慢累積嘛 不要覺得說我一次想要存到50幾張 很累 像RN自己花了好幾年才把台中營存到了24張 我現在應該今年會他免費發我一張 就25張 我就很開心啊 你看我每年又可以增加一張 只是這種ETF就是這樣子啦 他因為他沒有辦法配股 所以他沒有辦法免費分一張 不然你的成本會降得更低 我ETF沒有辦法這樣 你只能再把他發給你的資金再投入進去 好 那你假如每年要領12萬的話呢 也就是替自己每個月加薪1萬塊 那買到111張 大概成本就是200萬 那你假如說48萬的話 每年要領48萬 也就是替自己加薪4萬塊 也就是你要買444張左右 也就是投入成本大概800萬左右 也就是投入成本大概800萬左右 這殖利率都是6%的部分的時候 然後股價來到18%的時候 你去投入 其實我覺得算還可以 因為之前已經有人買在14、15、16 假如他的張數買的購渡 其實基本上他的成本會更低 不要被這個總成本給嚇到 其實存股需要有耐心跟時間 這是真的 耐心跟時間 大家應該都知道大叔吧 樂活存股 他就是只買0056啊 00878啊 他就買這幾張而已啊 他沒有買多 他有0050啊 他應該是買0050 0056 對不對 他就是慢慢存啊 你看他存到現在可以買房子 對不對 他也可以辦退休生活啦 其實他已經 買到一定程度 買到一定的張數 他每年分給你的 報酬 蠻高的啊 我們人生 要有個目標 要自己設定一個目標去存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這是我一直告訴大家 真的要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給個建議 然後先重點整理一下 00878他每年就2月5月8月部分 11月進行分配 並進行除息動作 那最近一次就是8月15 申購日喔 最後一次是8月15號 那除息交易日就是8月16 要記得喔 最近一次 那他的股息發放就會來到9月11 他現在提早了 他現在提早 股息發放都會比較早一點 因為有人反應 他有接受這個建議 那我短期目標 我就定在12張嘛 我們試看看 我存看看 12張 那預估他單機配息就0.27 那機配息領的話 就是3240元 那未來領息就可以達到12000 未來2024年的部分 我相信啊 應該不只0.27元 以他的AI成分股部分 以及他的金融股 下半年越來越好 金融股 他佔了20幾趴 你想有可能只發這樣0.27元嗎 對不對 明年應該會越來越好 這是阿淵的 目前看到的 可以預估的 金融股只會越來越好 不會越來越爛 而且會回歸這 因為他的利息利率 我們現在是比較高了 所以金融股 獲利會比較多 那什麼時候 會變差勒 或者是停滯 或者是降息 就等美國嘛 美國什麼時候 宣布降息 再來看 好 建議呢 美濟領到股息 再投入去買0087百 來創造一個負利的效果 持續買金融才有負利的效果 當然你也可以買別檔 假設未來0087百 股價 跑到21 22 那你覺得太高了 那你可以再去找 把這個 你領到的股息 再投入到別的 你覺得相對便宜 這樣金融股 你也可以把它累積起來 也是OK的 也是一樣可以創造負利效果 其實沒有人規定說一定要 然後再重新再買入0087百 這樣 沒有沒有 那樣規定 投資其實是很 要有距離 再來就是 要靈活 不能死板板 不然這樣會存得很痛苦 好 另外一個就是 定期定額也可以 那定期定額優勢 就是因為你都固定每個月投入 金額嘛 所以他股價高也買 股價低也買 那他你的持有成本 他就是平均化了 就等同分散的成本風險 第二個 他是可以達到長期累積資產的效果 股數就慢慢累積啊 每個月買個100股啊 這樣買買買買買 一年你大概就存了一張 假設你資金夠多的話 不只買100股 還有500股也可以 這樣 是不是 張數累積的效果很快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你的投資風險 他就會相對偏低 那長期獲利就會比較穩健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記得關注我的 旅遊生活頻道 還有關注我的臉書 那歡迎大家點取影片的清單 都有 那再一次強調 這個是個人的知識分享 那請大家做好理財的規劃及投資 阿淫虧自行負責 阿淵的本頻道阿淵生活理財不負任何責任 就這樣 那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用0056去看 好不好 看一下大書 的部分 我一樣也是一樣 會把一些重點告訴大家 那能不能儲 我覺得 都可以儲 只是我覺得00878價格比較低 你相對的你的股數 買的張數可以比較多一點 那得到負利效果也會比較快 就像我買財中銀買中信錦一樣意思 其實都是為了存股其實就是你要把它定一個 短期目標中期目標跟長期目標 去做一個佈局 例如說我不見得一定要 我可以買完00878之後 再去買 台中銀 台中銀買到一定程度 短期目標都完成 好我再換 中信金 好再有一個短期目標 一樣 就是買中信金 然後買到一個短期目標到了 好再處理 你就好幾檔都達到你要的短期目標 你再回頭 再去分配 這樣也是可以阿 再把這些資金全部拿來應用 在某一檔身上都是ok的 投資要靈活 不要死板板 真的 那我知道 我知道 大家的存股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 為什麼我沒有存到標股 真的不要那樣想 標股有時候是一時 就像 航海網阿 對不對 還有航空類股阿 旅遊類股 通通都是阿 這些都是 一時的 不是長期的 但對我們存股主來講 長期 我們要的是穩定 風險比較低 但是長期獲利是穩健 這樣就好了 不用看盤看得那麼累阿 你存股 本來就不用看盤看得那麼累 那麼辛苦 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子 下次見 拜拜 拜拜